今天我们要介绍的是《被讨厌的勇气》这本书 那我们的主缘有怡灵、永新思汗跟美和 那这本书一共分为五个章节来探导阿德勒心理学 那接下来我要介绍的是第一页 心理的创伤并不存在 当同一件事情发生在不同人的身上所产生的影响 也很有可能会不同 阿德勒认为这样的不同是出自于每一个人 对于自己的过去所发生的事情看法解读不同 那既然过去的事情已经无法改变 那我们唯一能改变的就是对于这件事情的看法 一切都贵就于我们要如何看待过去 我们唯一能改变就是我们对于过去赋予的意义 所以说只要我们本身愿意做出这样子的改变 我们就不会被过去所束缚 我们的现在就不再是由过去所决定的 那阿德勒心理学还有提出原因论跟目的论的差别 我们不会因为过去怎样才决定了现在只好如此 而是因为我们不想如此才将过去当成了一个借口在逃避 所以说阿德勒心理学在探讨现在和过去的时候不是原因论 那是因为不想出门才会制造无法出门的理由 因为在阿德勒来看心理创伤根本就不存在 亲眼的朋友是先有了不想出去的目的才有了不出去的理由 所以他将所有的责任都推给过往的经历 那为什么一般人都不愿意改变自己对于过去的想法呢 那是因为一般的我们都缺乏勇气 因为改变就意味着麻烦跟适宜 而现在这样的自己会比较轻松跟安心 可是改变就代表着必须要重新思考 重新适应各种变数跟为之 阿德勒说你是现在的你不是过去的你 想要获得人生幸福就必须要摆脱过去的束缚 所以说只要我们愿意鼓起勇气去改变对于过往经历复的意义 那我们就不再被过去所束缚 也是迈向心理自由的一大步 那阿德勒心理学就是勇气心理学 其中梳理我最喜欢的一句话是 你之所以不信并不是因为过去或者环境 更不是因为能力不足 你只不过是缺乏勇气 可以说是缺乏获得幸福的勇气 那事都没有试过怎么会知道自己 能不能获得自己想要的幸福人生呢 一切的烦恼都是人际关系的烦恼 我们之所以感到孤独并不是因为只有你自己一个人 而是因为我们周遭有很多的人 感觉自己被周遭的他人跟社会所疏远才会感到孤独 自卑感来自主观的依照 我们会感到自卑不是因为我们本来就很糟糕 而是因为我们常拿自己跟别人做比较 那看不到自己的优点才会产生自卑感 所以说我们的烦恼都是来自于人 有人人才会去做比较 有了比较才会产生自卑感 阿德勒说无论追求优优感还是自卑感都不是弊态 而是一种能够促进健康正常的努力和成长的刺激 只要处理得到 自卑感也可以成为努力和成长的催化剂 如果说我们因为自卑感想要改变现状 不断追求进步 让自己更加幸福 那这种自卑感就会是前进的动力 再来要讲到的是越自负的人越自卑 自卑感就是一种感觉目前欠缺的状态 那我们应该透过努力去弥补欠缺的部分 然而没有这种勇气的人就会陷入自卑情节 例如有些人总认为学历低就无法成功 并通过有学历高自己也很容易成功之类的话 来暗示自己只是被学历因素所埋没 真实的自己其实很优秀 然而自卑情节也可能发展成另一种特殊的心理状态 优越情节 因为强烈的自卑感 而透过虚假的优越感来弥补自己 常以诠释的力量来提高身边人对自己的认可 那要避免以上自卑与自大的情节 就是不要把人生视为与他人的竞赛 而是只要跟自己比 不停前进就好 阿德若希望的追求优越性是指自己不断的朝前迈进 并非比别人高出一等 我们不断的向前迈进并不是为了与谁竞争 价值在于不断的超越自我 再来书中有提到人生的三大课题 分别是工作课题 交友课题 以及爱的课题 那首先是工作课题的部分 无论什么类型的工作都无法独立完成 都需与他人合作 但在这方面的工作关系也是门槛最低的 举例而言 许多人都不讨厌工作本身 是讨厌因为工作受到他人的批评 被贴上没有能力的标签 因此在工作的人际关系中出现了问题 才选择逃避上班 接着是交友课题 很多人认为朋友越多越好 但我们应该考虑的是关系的距离和深度 只要我们改变 周围也会跟着改变 我们不能总等着别人发生变化 而是要自己勇敢的跨出第一步去改变自我 那最后是爱的课题 它是三种课题中最困难的 在恋爱关系里 只有当能够感觉到与这个人在一起时 可以没有自卑感 也不必炫耀优越性 保持一种平静自然的状态 才是真正的爱 那再来是第三页的部分 书中有提到 我们不要活在别人的期待中 我们总是想要得到别人的表扬 只有得到别人的认可 我们才能体会到自己有价值 那阿德勒认为 我们不应该为了满足别人的期待而活着 过于希望得到别人的认可 就会按照别人的期待去生活 反而迷失了自己 活在别人的神身中 很多人会有对认可的需求 而不知道怎样会扼杀的自由 按照自己喜欢这方式 去生活非常难 因为自己期望什么 想成为什么 希望过什么样的人 这会很难去提把握 所以按照别人的期待 生活会比较轻松 因为只是把自己的人生 托付了给别人 如果在于别人的视线 看着别人的脸色生活 为了满足别人的习惯而活着 这或许的的确能够成为一种人生路标 但这却是极其不自由的生活方式 还是人际关系网牌 我在自己的手里 人际关系人们往往会想起 两个人的关系 或者与很多人的关系 但实际上首先是自己 如果被人可欲求的所束缚 那么人际关系指卡 会永远掌握在他人手中 是把这张卡托付了别人 还是由自己掌握 阿德勒有提到小赵北达 可是有两个想法 一个是北达 所以与爸爸不合 另外一个是因为不想和好 所以抢到北达的时候 回复关系卡会在手里 所以只要改变目的 会能解决问题 第四项 要有被讨厌的勇气 这张解释讲 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 所以人要生存就必须 于是会建立牢固的关系 因此在生命的过程中 人类处于一个没有世界中心的大事 其中 接近一个人时 需要鼓励那个人的勇气 而人们往往不能即兴发挥 或改变自己 但始终保持不变 第一是拼命寻找认可 反而是以自我中心 认可欲求的实质 他人如何关心自己 如何评价自己 要在多大程度上满足自己的欲求 操作任何欲求疏忽的人 看实在看着他人 但实际上眼里只有自己 一直要干涉别人课题的人 一直想要去改变别人 在自我中心 其实来自批评不好 表扬也不行 如果有能力者 对没有能力所做的评价 我一直终会营造了一种上下的上下举关系 在想表扬他人的时候 心中也小 也会有些操纵意思 通过一些公伪的话来讨好别人 也就是一种操纵 反过来说 自己也因为被某人表扬而操纵 其实还是有鼓励 有价值就是有勇气 阿德勒有提到横线关系的鼓励法 需要平等以及牵取自己应有的主将 才让人有鼓励的感觉 自在用行为标准来看待他人 也就是那个人做了什么 这一字缘 似乎没有什么用 因此经过要用行为标准 而是用存在的标准去看待他人 不用用他人做了什么去判断 而应对存在本身表示 取业和感谢 让大家都有价值感的存在 那人害怕面对课题 并不是因为没有能力 而是缺乏直灭课题 接下来要讲的是第五页 年轻人也有胜过长者之处 接受了真实的自我 也就是自我接纳 才能够不惧背叛者做到他者信赖 而且正因为对他人给予无条件的信赖 并能够视他人为自己的伙伴 才能够做到他者贡献 同时正因为对他人有所贡献 才能够体会到我对他人有用 进而接受真实的自己 做到自我接纳 从这一刻起就能变得幸福 对人而言的幸福不过就是良好的人际关系吗 也就是说 我们的生命就为了这么渺小的港湾或喜悦而存在吗 人只有在能够感觉到我对别人有用的时候 才能体会到自己的价值 但是这种贡献也可以通过看不见的形式实现 只要有对别人有用的主观感觉 及贡献感就可以 并且责任还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幸福就是贡献感 的确这也是真理的一面 但是幸福就仅止于此吗 最重要的是此时此刻 人生是连续的刹那 根本不存在过去和未来 想要通过关注过去或未来为自己寻找 免罪福 过去发生了什么与你的此时此刻没有任何的关系 未来会如何也不是此时此刻要考 对决人生最大的谎言 人生中最大的谎言就是不活在此时此刻 纠结过去关注未来 把微弱而模糊了光打向人生整体 自认为看到了些什么 你之前就一直忽略此时此刻 只关注根本不存在的过去和未来 对自己的人生和无可代替的 刹那撒了一个大大的谎言 后继 人生中有时候无意间拿起的一本书 就会完全改变之后的人生 本书也正是因为反复耐心的斟酌 并修正对话的古赫先生的非凡的理解力 才得以顺利问世 本书中的青年正是学生时代成变访名师的我和古赫先生 更是拿到本书的您 虽然抱有疑问 但如果本书能让您通过与责任的对话 增加不同环境下的决心 那我将不顺荣幸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